女孩第一天上班就暴打主管 遇到看不顺眼的同事就送耳瓜子 在疯狂了一天一夜后 她在大冬天穿着凉拖鞋 走到了一处悬崖边 看到夕阳下的湖水 她忍不住走了下去 等被人抬上来的时候 女孩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 公司嫌她跳呼影响声韵 学校嫌她心里太脆弱 家人说她不要命就是啥 女孩是一个阳光开朗的好女孩 一个月前她有三无好友 闲暇时会一起吃个泡菜 可在收到班主任介绍的工作后 女孩的胜利开始逐渐枯萎 班主任打着包票说工作轻松 只需要坐在办公室打打电话 更重要的是 这还是一家类似国企的电信公司 但实际上这只是大公司外包出去的小公司 女孩很高兴学宠物管理的自己 能进入大企业工作 第一天上班主管很热情 同事还手把手叫她打电话 不料女孩在旁听时 却看到客户极度不耐烦 而同事却还能微笑着说下去 正当女孩心里有些忐忑时 主管拍了拍她的肩膀 让她摘下耳机 她解释说这个工作就是听完再恢复 最大限度地为顾客解决问题 但最主要的目的还是留住客户 女孩刚戴上耳机 刚才加的油瞬间就落完了 因为她竟然听到客户在骂娘 而同事却还在耐心处理 事后同事麻木地告诉女孩 挨骂是家常电饭习惯就好了 女孩瞳孔震惊了一天 下班时她还得排着队 来视频中负责人的教训 第二天轮到女孩实操了 结果第一通电话就来了骂 陪同的组长赶紧接过电话 努力安抒破口大骂的客户 结果却还是被挂断 此刻女孩已经打起了退堂股 在艰难地熬了一个圣母后 班主任跑来让女孩签满一数 女孩吐槽着工作不太好 可班主任却漫不经心地表示 社畜工作就是这样子的 连她也会爱校长的骂 随后班主任没有征求女孩的同意 就在公司的满意调查表上打了勾 女孩只能憋着一肚子委屈回去上班 可一个月结束后 明明工资加上提成有160万韩米 公司却只给她发了80万 女孩跑去问主管怎么回事 主管却拿出另一份合同 表示学校授权给公司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学生的工资 而女孩只是一个实习生 按照公司规定没有提成 由于自是女孩自己签的 她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 可隔天一个同事遭到客户的威胁 吓得连耳机都丢到了地上 组长赶紧跑过来警卫 可客户骂娘的声音 还是穿透了整个办公室 女孩上前安慰同事不要在意 不料下一秒组长却爆发 组长虽然也替同事打抱不平 可下班时负责人却怒气冲冲地跑过来 组长想替同事解释 不料负责人却说 这个客户是熬夜复读被考司法的研究生 他已经将28个骚扰电话全部录音 准备用所学的知识控诉公司 女孩再次被震惊到了 电话是公司让打的 来了那算他们的 出了事也算他们的 由于女孩的业绩一直垫底 所以他不得不无常加班 然而晚上给客户打电话虽然不会挨骂 可却会遭到对方的言语骚扰 女孩尽力调整心态避免自己爆发 但最终他还是忍不住了 组长赶紧跑来道歉条件 结果也被客户骂成了神经病 女孩愧疚地给组长承认错误 没想到组长竟反过来安慰他 可能是运气不好才会碰上这倒霉玩意 他知道女孩今晚跟朋友有聚会 所以还让女孩早点下班 可由于女孩没时间回复短信 朋友已经集体将他鼓励了 第二天女孩上班的时候 他的无助突然变成了窒息 因为组长留下一封 控诉公司压榨员工的遗书后 选择在车内烧炭自杀 很快一群穿西装的人来到公司 拿走了组长的一些东西 在他们离开之后 又来了一个新组长 他表面看起来温柔和安 可做的是比刀子还伤人 公司要求所有同事 不准去给前组长挨倒 并且还得签署一份证明 证明前组长的死跟公司没有关系 可女孩还是违反规定 去送官照过自己的前组长最后一程 看到组长妻子哭成了泪人 女孩心里竟难过又无助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在证明书上签字 可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他每天都会被新组长穿小型 女孩不想再当倒数第一 于是拼命工作将业绩穿到了第一 结果到发工资的时候 本来该350万的工资 又被新组长克扣了提成 他借口说是牺牲的提成 要两个月之后根据表现进行发放 熟练地将女孩打发 当晚女孩也从同事口中得知 公司根本不会给实习生发提成 只是看实习生便宜才招进来的 心有不甘的女孩在隔天上班时 不再缠着给客户介绍什么优惠 而是爽快地按照客户的要求解约 她面对组长的提醒假装看不见 面对组长的挖挖脚 女孩的情绪像火山般爆发 此刻看到组长还笑得出来 女孩再也忍不住送门 一拳将组长打倒 而这样做的后果则是被停止散提 激度压抑的女孩在跟朋友喝醉时 绝望地割破了手腕 好在抢救及时才捡回一条命 女孩不想让父母担心 解释说自己喝多了不小心划伤的 回家路上她小心翼翼地问母亲 父母一直觉得女孩进了大公司 这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 更为女孩想私职就是耍小心子 而班主任也把女孩叫到学校 警告她不要因为自己的任性 害得学弟学妹们失去这个公司的工作机会 期间没有一局是关心女孩 上班到底遭受了什么样的委屈 最后班主任让女孩三天后照常上班 女孩心里十分抗拒回到那个炸制机公司 她本想将心里的郁闷告诉给朋友 可刚好这天朋友们都有事忙着离开 直到分别是女孩也没能将委屈发泄出来 她独自沿着一条山路往上走 在便利店要了两瓶啤酒 不知道多了过酒 一道阳光洒到女孩的拖鞋上 意识到该离开的她在某种魔力下 宁愿跳壶也不愿再回到令人窒息的公司上班 事后父母还以为女孩是她杀 强烈要求警方解剖验尸 负责这起案件的女警也很负责 挨得走访调查女孩的生前轨迹 很快她就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学校为了保证学生入职率 不了解公司情况 就把学生塞给这些专业不对口的外报公司 外报公司刚好缺廉价的劳动力 他们算准没拿到毕业证的学生不敢亲密辞职 所以便想方设法地压榨 不发提成工资减半随意辱骂 这些都是常规操作 当女警想替女孩打抱不平时 没想到却也被现实上了一课 公司根本不在乎女孩的死 反而还觉得她影响了公司形象 去教育厅查看学生入职数据 负责人也阴阳怪气地嘲讽 一个小警察没全力管教育局 班主任觉得自己没错 女孩父母也从没真正关心过女孩 就连女孩最喜欢的是跳舞 他们也还是从女警口中得知 女警最终迫于上级的压力 像女孩一样无助地以自杀结案 最后她坐在女孩生前的便利店 像女孩一样要了两瓶啤酒 在阳光洒进来的那一刻 女警会不会是下一个女孩不知道 可像女孩这样的牛马世间 却有千千万 这不具压抑到无法呼吸 却是普通人的真实写照 不管是牛马还是社畜 工作而已别太当真 开心才是最重要的